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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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集合准备出发 丑小鸭 叶音 驢子说话 真神奇 天啊 飛蛤 欢迎各位来到 酒吧新闻台九点强棍 今天节目开始了 5月5号 星期二 好的 真的是 离拜四 今天是离拜二吧 离拜四 校园特工队的这个单元 会邀请台北市指南国小游校长来办到 OK 看看今天有什么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彩虹有七个颜色 为什么小狗汪汪叫 小猪咕咕叫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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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惊姊姊姊姊姊 全部的答案都在 搶搶棍百科全数 搶搶哥哥 你好 我是小莎 我最喜欢问人家为什么了 搶搶哥哥 阿毛说 他们家上个礼拜去一个农场玩 里面有好多小动物喔 还有一整群的羊驼 会跑出来吃草 一整个超壮观的 不过强哥 阿毛说 他在农场里面有看到豪猪 可是 工作人员跟他说 豪猪并不是猪喔 蛤 这是真的吗 豪猪不是猪 老师说过 做人要有追根究底的精神 所以又要请搶搶哥哥来帮忙解答一下了 豪猪 真的不是猪吗 请搶搶哥哥告诉我 现在听到的是 怎么猪探长的主题曲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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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知道他是谁 是谁 是谁 豪猪不是猪 我怎么知道豪猪不是猪 不是豪 豪猪不是猪 为什么叫它豪猪呢 或是豪狗呢 或是豪龙呢 还薄豪呢 对不对 既然是豪猪 它应该是猪 我怎么知道 赶快联系一下 咱们的动物达人东东姐姐 强哥好听众朋友这些豪 东东姐姐 你太厉害了 你怎么又出了一本书 哪一本 你要死来混多 是啊 死来混多 对啊 塞 塞 塞 那本弄很久 真的 这本弄很久 讲大便的事情 要讲得比较久就对了 对啊 那个才叫做那个 千呼万换死出来嘛 真的 千呼万换死出来 对 我们这个玉屎大夫 真的很厉害 好的 等会我们再来讲 你这个死来奋多学院 不过呢 你先讲一下 豪猪不是猪 让我们猪探长都吓一跳了 猪探长是猪吗 猪探长我看他也长得蛮像人的 对啊 他其实长得比较像人 对啊 只是胖一点的人而已 然后豪猪 豪猪它其实一点都不是猪 它是猎齿类动物啊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古时候 是大家觉得 看起来可以吃的东西 就叫它猪 所以海豚是海里面的猪嘛 就是猪 对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 猪也是猎齿类 然后叫水豚 那也是比较大只 也是最大只的猎齿类动物 但因为老鼠是猎齿类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大家就会随便说 它是最大只的猫鼠 什么的 然后 猎齿类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这样讲我就不懂 猎齿类不就是老鼠吗 不是 老鼠是猎齿类其中的一个 可是并不是说猎齿类里 通通都是老鼠 真的 因为它们就是不去咬东西 它的牙齿腿一直脏一直脏 所以像水豚 猎齿类最大只的是水豚 接下来是河犁 河犁 河犁就是在那尼亚里面 那个猪水坝 它去把木头啃下来 然后去做水坝 然后去水拦住 它可以在里面抓一只 然后第三大的猎齿类就是豪猪 好猎牌比猎猪大 豪猪有很大的豪猪 豪猪有一些有很大 它们可以长到十几公斤 墓井很大只 然后因为它们有很多种 可是最大可以到十几公斤 所以真的很大 所以才会变成叫做猪 因为你看到一只十几公斤的 你会觉得说它应该可以吃 可是它身上有很多的蒸 那可是像我平常在给人家 看豪猪的照片的时候 一定会 所有的小朋友都会说 刺猬 所以不是身上 刺的都叫刺猬 那见猪跟豪猪是不一样的 见猪其实是豪猪 就是豪猪嘛 见猪就是豪猪 可是豪猪的针 它比较像是打毛线的棒针那样 又粗又长 然后刺猬的针 就像那个见猪针那样 小小根的 可是见猪豪猪看起来就 它就是 那它那个刺猪干什么的呢 那是保护自己的吗 对不对 它是保护自己的 因为它那个豪猪身上的针 它有盗钩 它是去戳到人家身上的时候 然后刀钩会越来越酸 然后有的时候它就会 因为感染而死 而且会很痛 结果它自己会害死自己就对了 没有它不会害死自己 它会害死别人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动物 都会离豪猪矮远的 面一点 对 因为它被刺到的话 自己会有危险 哇 哇 这真的是 今天要不是您跟我这样讲一下 我一直搞不清楚 我一直觉得这些 都不就是猪吗 那以前有人抓豪猪或者建猪来吃吗 我觉得应该是有啊 因为既然它那么大 应该是在 在他们的原本的栖息地的时候 是会有人抓它来吃的 你只是 在要小心处理它身上的针 对 因为对人类来说 你只要是附近有那种大大只的 都吃它 都会抓来吃 因为连台湾都还有那个 三杯田鼠 田鼠那么小的都在吃 那么大只的豪猪 显然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可以吃 所以你才会有东西 人类真厉害 对 人类什么都吃 什么都吃 乱七八糟的 他们说 他们说有什么 有些上上什么讲什么 有一个国家有什么 长一些外来种的 什么昆虫啊 或者是有些什么麻烦的东西啊 他们就说 那找我们这个亚洲华人去吃 就说吃这个东西 什么可以滋阴补 会可以什么身体强壮 脑筋又好 马上那个物种 就会被我们全部克光 对 我其实还蛮希望说 我们可以去放一传言说 吃巴西龟的时候 或者吃福寿罗的时候 可以撕阴补羊之类的 可是就有人跟我说 可是我们这样一讲的话 人家就不是去野外 抓这些东西回来 而去就开始养殖 然后他们还会再跑出去 然后这样事情会更高 对 所以就变成说 如果华人的什么都吃 可不可以什么不要再吃 也没有 就像穿三甲也都快吃到要绝肿了 真的 然后连石虎也是有人在吃啊 其实我们说实在的人类 不应该发展那么多可怕的杀人武器 他只要一个人发一双筷子 就够了 把对方吃掉 对对对 你左手拿筷子的话 右手就拿酱油 而且现在有些假的酱油 这样喷上去 不死也伤 哎呀 好的好的 原来今天这样聊一聊 我们就发觉原来这个豪猪 建猪原来不是猪 好 史莱奋多学院 这是您最新的一个自然绘本 也是双关语的启蒙书 其实也就是幽默感的启蒙书 人家小朋友 其实有的时候 还不太能够了解这种幽默感 透过这本书 我觉得特别轻松 而且呢 它又不是无地放屎 放尸 然后呢 它又能够让我们觉得 很想很有趣 嗯 这个是您自己做的对不对 对 这是我自己做的 这很容易啊 因为我看到国外有那种 你讲大便的 没有你讲的这么有趣 因为你是用华人的语言 这种文字语言的逻辑来设定的 跟国外什么的大便的不太一样 对啊 所以这本书就很难被翻译成外文 因为都是中文 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小时候那种被 那种参加国语文竞赛啊什么的 被逼得费了太多的成语啊什么的 所以脑袋里面就一天到 可以去用这些发音一样的相关的词 去想一些有的语言 然后正好那个识啊笨啊 其实这识是很多的 所以就正好可以拿来找一些 然后去套动物行为跟动物的生态上去 嗯 好的 这个也希望 这是你幼师出版的对不对 对 好我们要谢谢我们东东姐姐跟我们联系 拜拜 谢谢 拜拜 来 我们也出个题目 刚刚讲豪猪不是猪 但山猪就是猪了 请问山猪吃什么 山猪是吃什么的动物 我以为山猪要吃什么动物 山猪是吃什么东西的动物 一 肉食性 二 草食性 三 杂食性 四 山猪只喝山泉水 这也不错 减肥一下 8369 3398 乌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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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Y PEOPLE PUT IT UP COME ON TAKE IT DOWN AND TURN IT UP YO PARTY PEOPLE PUT IT UP COME ON TAKE IT DOWN AND TURN IT UP YO 只要我长大 只要我长大 Roxan bang like a rock band You hand me the heart games to take over your rock man 我们下期再见 小朋友想长大可以自己决定很多事情 但爸妈又担心小朋友长大以后叛逆 但是你知不知道 青少年的脑袋有5%还没有发育完全 这5%听起来不多 但影响太大 大到就是让青少年可能叛逆惹祸的因素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 邱映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欢迎邱映老师 邱映老师好 强哥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小朋友大家好 邱映老师的邱啊 这叫邱逢甲的邱 影呢是那个引导的影 邱映老师 大家一般一听到邱映老师 那就是说怕小鸟来会把它啄了 啄走了 可爱的邱映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他出的这本书 青少年的叛逆都是5%惹的祸 邱映老师提到了一些 跟青少年互动的一些原则 原理 其实现在讲起来 现在是不是发育的关系 还是媒体的关系 邱映老师你会觉得 所谓的以前的青少年 都是要国中才去谈 现在中高年级 甚至四年级五年级 就已经开始有这种叛逆的倾向 我想应该是 我们随着科剧在发展 现在小朋友都比以前还聪明 比我的时代聪明太多了 讲话就有够读 就像你这个书里面讲 现在青少年有个特征 就是讲话有够读 但是人家他们也很博学 这个博学有时候 会把爸爸妈妈赌到这样子 快要气死了 所以爸爸妈妈要成长 要学习 对不对 前几天我一个朋友 在那个脸书上面就讲说 他那个妈妈就说 这个钱拿给你老师 这个素修拿给你老师 谢谢老师 把你这个国中带完了 你现在要读高中了 然后那个小朋友 就跟他妈妈顶嘴说 这个是什么 装的是什么 他说素修 他说肉干 你这是肉干 妈妈说钱 那钱叫什么素修 小朋友读一点书 其实他懂 他就会读你 对 把爸爸妈妈有时候读的 真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爸爸妈妈 要随时都要接招 真的 对 这是爸爸妈妈说 我在办公室接老板的招 回来还要接我们老大的招 老二的招 老三的招 气死我了 这有点是难以平复 我看现在这个时代 真是 不是5%的 那个青少年的脑袋 可能95% 爸妈爆破的脑袋 这个头疼的脑袋 不过呢 这个书里面 有几个部分 我觉得等会儿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 第一个 您提出了一个观点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是 知意行难 怎么样跟孩子聊天 怎么样跟孩子参与 怎么样跟他们平等 怎么样跟青少年 那个孩子们 能够像朋友一样的沟通 这太难了 弄不动就是 压起来 这里面也有谈到 这个 这个跟青少年 可以谈的一些相关的话题 对 你说过 我们 要还是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坚持 在对的原则去沟通 对 没错 对不对 好的 今天我们带来这本书 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 不是只是有国中孩子 我觉得 要建议 因为这个书里面告诉我们 其实 我们应该从小就培养 家里的亲子游戏的关系 对 你不能等到已经 对不对 在学校已经把人 跟人家打婚了 或者把别人推倒了 这个时候 你才说 我们慢慢建立关系 来不及 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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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不好 欢迎各位爸爸妈妈 欢迎小朋友打电话 进来 8369 3998 来讲讲看 你最近为了什么事情 跟爸爸妈妈顶嘴 哇 这个话题很辣哦 你最近为了什么事情 跟爸爸妈妈顶嘴 爸爸妈妈后来怎样 是跟你扁下去呢 还是好好跟你说呢 8369 3398 8369 3398 爸爸妈妈鼓励他们 打电话进来 正好可以跟秋莹老师 一起聊聊天 看看秋莹老师 从他这么多的经验中 能够来跟小朋友 一起来分享一下 来引导一下 8369 3398 我们来接 纪亚欣 纪亚欣你好 喂 亚欣 哈喽 哈喽 纪亚欣不要害羞 请问刚才的题目 山猪是吃什么东西的动物呢 干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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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做答 嗯 什么都吃的杂实性动物 好的 纪亚欣 你不要听你的收音机 或者是网络 那会比较晚 你要听你话筒里面的声音 好不好 好 对 不然你每次会晚半秒钟 一秒钟讲话 纪亚欣 你有跟爸爸妈妈 最近顶嘴 是为了什么事情顶嘴呢 不想睡觉 不想睡觉 那你怎么顶 我睡不着 你睡不着 然后呢 爸爸妈妈怎么样 不睡 什么 不睡 爸爸妈妈自己去睡 不理你哦 不是啊 然后 爸爸在几乎 然后妈妈去睡 灯都开着 是你把灯开着 还是爸爸妈妈 把灯开着留给你 因为 因为妈妈 然后我又开了 就要关门 然后就要开灯 所以是你自己 把灯开着 然后爸爸妈妈 没办法 他们自己去睡了 是不是 我们两个沟通上 果然产生了一种代沟 我们马上演练了一个 就是强哥已经很仔细地听了 但是 儿子 我又想知道 你在讲什么东西 把妈妈 把灯开 对 强哥的翻译机 软体没有生机 我翻不出来你的话 那后来 爸爸妈妈又扁你吗 哈喽 要听话筒里面 不要听外面 哈喽 有 那你后来爸爸妈妈 有生气骂你吗 没有 没有 我看也没办法 你现在几岁了 几岁 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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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有陪你听 爸爸 那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他不想睡 然后你们就让他不想睡 还是 你们去睡觉了 他偷偷把灯打开来 他不想睡 他怕鬼 所以我只好把灯打开来 哦 那你们为什么不 他怕鬼 比如说爸爸或妈妈就陪他睡呢 没有 因为陪他睡 爸爸妈妈就睡不好 爸爸你会不会讲得太明白了一点 就是说你们明天要上班 对 所以说没法得 即使知道他怕鬼 只有把灯打开驱鬼 但你们要赶快去睡觉就对了 对 没错 那后来他搞到几点钟睡 你搞到几点钟睡 不知道 他怎么知道 12点 哦 12点 哦 妈妈也是明天要上班吗 对 哦 那就没法得 哦 这个就是 亚新也必须要这个 好好这个 自立自强一点 好 我们要谢谢 季亚新和季爸爸 帮我做的翻译 我终于搞懂了 谢谢季亚新 谢谢季爸爸 电话不要挂 我们把礼物送给你 紧接着接听 我们的老朋友 陈冠宇先生 这可是真是青春期了 刚刚考到大学 哦 哦 这个是一个非常温和 对于历史文学 非常有兴趣的一个资深听友 陈冠宇老师你好 哈喽 强哥好 我们邱映老师也在现场 邱映老师你好 嗨 冠宇你好 陈冠宇先生 这个 还没有去读大学吗 还没还没 还在等 你这段时间应该很无聊 对不对 嗯 不怕 你们就是新闻讲的那种 进去跟同学去准备考试 也没有办法 别的同学觉得你很烦 那不陪他们去考试 你出去玩的话呢 爸爸妈妈又觉得你说 这段时间你怎么能不好好读书 到处跑跑跑呢 是不是你就是这种人 不是 我有给自己安排计划 好 这么贴心 这么懂得安排自己的 最近一次跟爸爸妈妈顶嘴的是什么事 因为其实最近跟他 已经蛮少了 我主要是高三 就跟他们吵得凶 高三那也不过是 就是学测钱 学测钱 就几个月以前 对 跟他们吵得很凶 就是有为了钱的事情 没想到 高三的同学 就已经为钱的事情 跟父母翻脸了 扯破脸了 这像话吗 解释清楚 因为 先讲 因为我每天在利用钱 只有五十块 然后 就有时候 因为我还蛮喜欢 我还蛮爱买书的 你每个月还是每天 每天每天 每天五十元 对对对 然后就 因为其实 每天五十块 一个礼拜起来两百五十块而已 是是是 然后 但是有时候 有一些书 我已经综艺很久了 但是 有时候那些五十块 可能会挪作 可能会突然有 紧急事件 我需要用 是 然后就常常 那个 就是这个 金钱匮乏 是是 对 你解释 你解释的很复杂 说穿了就是没钱嘛 对对对 就一句话就讲 你文周周的解释了半天 感觉起来好像是国情之汇报一样 你不就是 很无稽啊 太爱了 对对 五十块不够啦 对吧 对 所以我就 有好几次都跟他们提出说 会 那个 加零用钱之类的 我跟你讲 这就跟很多员工 跟老板讲说 是不是 每个月的薪资再高一点 通常 双方都是有一点紧张的 那结果爸爸妈妈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们就跟我坐下来谈 哦 还愿意跟你坐下来谈 对 然后他就先问我说 你为什么需要这些钱 对对对 然后还有请我把我的那个 用度都列给他们看 这样子 什么叫用度 就是你 那些 那些钱你 用到哪里去了 对对对对 我就全部列出来 然后他们后来有答应 这样子 对 后来有答应 对 帮你涨一下价 对 其实他们 他们看到的都是 我花的东西都是 有些真的还蛮重要的东西 这样子 对 真的是不错 对 就是我有列出来 我没有说什么 就是一定要讲 然后就没有理由 什么的 哦 好 所以冠里已经学会 跟爸爸妈妈 呃 做这个沟通 协商 协商 对 这很了不起 应该是说 以前都还蛮不懂的 以前我都 跟他们很大声的 在讲话 然后就 有时候真的会吵得很凶 我有时候还 那个摔门 我就出去了 对对对 然后 可是话说 我就想说 这样子其实也没有用 到最后 其实你根本 什么都没有得到 你就只是 换了一场 生气而已 哇 那你哥哥 好了不起 对 就是我 最终还不是 我很累 但是还是没有得到 我很生气 然后他们也很生气 然后他们又对我 更不谅解 信任度又减低 我们的线又更明显了 听起来你那个5% 应该长好 还没有长好 还没有长好 对 但是他哥哥给他 很好的建议 没有没有 我没有哥哥 我是自己 他自己想的 你自己想的 后来想通了 他就觉得说 干嘛一直这样吵架 无聊 对 后来就想通了嘛 对啊 那你是怎么想通的呢 是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因缘 你能够想通呢 因为其实 后来 有人提醒你 还是什么 看了个什么电影 哪一本书 那个关键是什么 你自己找得到吗 关键哦 其实 不太容易 该怎么讲 因为其实我话 因为爸爸常常 他给我很多 给我看一段影片 我以为他只要 让我放松 其实他其实有 教育目的什么的 对对对 你爸爸这么厉害 对对 他常常给我 叫我去看电影 他每名说 要给我看电影 但他其实是要看 他每次看完电影 都问我很多问题 你爸爸很厉害 你爸爸是 专门做什么教育的 什么学心理的 还是怎么样 他是做业务的 哇 人拐 爸爸的口才好 而且 而且爸爸很懂人心 他跟你这个本书 有不谋合 是 你这边把他当朋友 对不对 对 他把他儿子当客户 对对对 所以爸爸很厉害 真厉害 那当客户 跟当朋友 又更近 更近了 对 你不能得罪客户 玩笑 用尽脑筋啊 要好好的让儿子 成为你最贴心的客户 对 儿童新闻 听厂厂哥哥 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听听听 听见全世界 国健署就说了 12岁以下的儿童 经过医生诊断会有 气喘的比率 现在是6.7% 以103年呢 这个12岁以下的人口估算呢 目前大概有 16万5000多名 儿童有气喘 其中男生的比率 又高于女生 诱发儿童会气喘的因素 就是什么城门啊 气温急剧变化 还有病毒感染 哎呀 大家要小心了 另外 嘉义 这嘉义县的美北国小 有13名小朋友 哎呀 上个月17号 在公园玩 玩什么呢 小朋友最喜欢玩的鬼抓人 哎呀 然后呢 这个天色慢慢变黑了 游戏还正玩得很紧张很刺激 突然有个满脸鲜血的 阿伯走过来说 有没有水 小朋友看到了 是先惊到 愣了几秒钟 但是想说 阿伯受伤了 马上带他去 这个 这个到 先到厕所旁边冲洗 接着有人还拿起手机 打119 有一批跑到救护站去求援 因为公园刚好呢 还在举办 陈明璋叔叔的演唱会 哇 旁边这些医疗团队什么 刚好都在那边 啪 这些都来了 救护车啊 大人都来了 小朋友还转到外围去 指挥交通 到处找 挡到救护车的车主去移车 阿伯这获救 这些小朋友才散去 这之后 手术清醒的阿伯 就找这群小恩人 希望谢谢他们 校方才知道 小朋友应有救人 阿伯也带着礼物和乖乖桶 到校一一鞠躬打谢 哇 这个故事中间 有很多玄妙的地方 他玩鬼抓人 突然一个说 有没有谁 第二个是 你没有告诉我 这阿伯怎么搞得一头血呢 你要告诉我 他是怎样 看陈明璋叔叔的演唱会 看到撞到头吗 不过总之 这个新闻要告诉的是 小朋友遇到的事情 一定要处遍不惊 而且你可以看到 这13位小朋友 并没有因为慌张 而乱了手脚 相反的 他们的镇定 去救了一个阿伯 9点40分40秒 欢迎回到九点抢抢棍 今天蚯蚓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跟我分享他这本新书 青少年的叛逆 都是5%惹的祸 每个人写书都有他的动机 当初你写这本书 是因为你跟孩子吵架呢 还是你看到你的朋友 跟孩子吵架呢 还是你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原因 开始写这本书 事实上是因为 我看到很多的妈妈 驾攻 对我来讲 我就觉得青少年蛮好搞的 那很好搞的原因是因为 我家两个青少年 你都搞定了 强哥你知道我是怎么搞的吗 你是怎么搞的 我都带他们出去自助旅行啊 十几岁二十岁就带他什么 世界软软 然后还有去带什么 环岛什么旅行 对环岛起脚踏车 环岛啊 这也要你这种体力才行啊 现在一听 很多妈妈爸爸在旁边都软脚了 对不对 十几岁人带这种青少年出去 发泄活力不打紧 你还要能够跟他们这样子 一路上这样子 这不容易的 对啊对啊 像我儿子啊 我们两个到了非洲去啊 一换了钱 他说妈妈 你这个钱啊 要分我一半 要不然我手上没有钱 你就控制我了 他要求自己的平等 在书里面讲 他的自主权 他要自己的隐私 他要有自己的 可以控制的地方 那你后来他就把钱给他了 对对对 分给他一半 对 让他保管 对 结果不幸的是 对啦 被偷了 被偷光了 是你青少年再猛也没用 爬手把你爬走了 是 糗了 这你说一下也久 也讲了 现在就在这个年纪的孩子 他要争取自己的权益 但未必能为自己负责 那当然 因为他还在成长嘛 而且因为他的大脑还没有长好嘛 所以这个负责任是需要慢慢的学 负责任不是天生就会的 你说的好 强哥做这个剧团 深深感受到这句话 我一定是青少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剧团 弄错了 负责真的是不容易的 是 所以他要经过长久的摸索 尝试错误 对 最后他觉得负责才是一个最佳的途径 对 躲不掉 对 所以爸爸妈妈也必须要接受这个部分 你不能说 你这个要小心 要小心 要小心 你什么都帮他小心好了 他没有机会犯错 你这边也有讲嘛 代劳 什么时候都是代劳 对 带到最后直升机父母 都把这个孩子都完全都控制了 到最后他自己没有办法独立生活 对 我们是最主要是要协助他们 这很难 这真的 我觉得难是难在第一次 你怎么敢放手 很多爸妈说 邱颖老师 您讲的是很容易 可是我真的看到他就要出错了 我不讲他 我不舒服 做父母不是有个责任吗 我这怎么办呢 您要不讲一下怎么办 心头疼痛 就是说像我的孩子在要求我 把钱分离办给他的时候 我已经做最坏的打算了 最坏打算就是说 他会被偷 干脆就给他就当没有了 就当没有了 然后我也觉得他被偷是很好的 为什么 因为被偷是一种经验 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是抹不掉的 所以他会从这里学习 你真的想得开 很多爸妈说 我就没有办法想那么开 你这个是太厉害了 好我们来接黄品俊 是吧 黄品俊 哈喽 喂 你是叫黄品俊吗 对 黄品俊先生 黄品俊先生几年级 喂 黄品俊你几年级 二年级 什么学校 文湖 文湖国小 听咱们节目听多久了 一到三十四岁要听 然后现在要听 哇 那中间的五六七八岁到哪里去了 不在国内 不是 到太空去旅行 不是 还是那个时候 没有听 收音机坏掉 那个时候没有听 哦没有听 没有关系 一听起来好像就很怕 这个听起来就还没有到青少年 到青少年就说 不想听你节目的怎样 对不对 欢迎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二年级的黄品俊先生 一哈 一哈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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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品俊 来 你要跟我讲一下 你跟巴尔玛 什么时候 对不对 有顶嘴过 就他们一直误会我呢 会 就有点骂他 你有点骂他 还自己笑出来 你骂他什么东西 就是我东西还没喝完 然后他们就说我喝完了 然后就是骂他就说我还没喝完 哦就顶嘴回去了 他说喝完了赶快就 还没喝完啦 这样子是不是 对 讲话很冲是不是 对 哦 那后来爸爸妈妈的反应是什么 就 就怎么样 给你打下去 没有 给你骂回来 没有 那是什么 就帮你喝掉他 是 不是那是什么 走了 什么 走了 就走了 对 就不理你了 对 哇 听起来爸妈也很酷 我还没喝完呢 就走了 然后什么时候再回来 就没有再回来 到现在都还没回家 还对了你 你不要乱讲话吧你 好的 很可爱 黄品俊 你旁边还有弟弟哦 哥哥 哦 哥哥 那哥哥有打电话进来过吗 有 哦 也有 好的 哇 非常可爱 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就跟我们分享 他顶嘴爸爸妈妈 不过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 反应也挺酷的哦 亲密日记 星期二 零零肚子 哦 今天的我 嗨 今天也过得开心吗 今天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戴心玄 戴心玄 你好 戴心玄 都等到你了 戴心玄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 开心 你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 跟我分享一下 今天 我的功课很少 一喜欢功课 就才做我喜欢的事情 好棒啊 那你今天 那你做什么 你喜欢什么事情 你会去做呢 我喜欢读童话故事书 因为我读 我读书 读完之后 我就和朋友玩游戏 哇 又读了童话故事 又跟朋友玩游戏 你今天过得真的 我光听我都觉得好开心 哎呀 开这么多功课 回来写干什么 对不对 希望每天都功课少少 对不对 心情好 因为今天读整天 那时候比较少 哦 那明天读半天 就糟糕了 对不对 我不知道明天会 有什么功课 好 你明天有什么功课 到底打电话给我 好不好 下一次 明天我们来讲这个好了 我们来讲就是说 我有做过什么有趣的功课 好不好 老师给我些什么有趣的功课 好不好 你就打电话跟我讲说 你就是规定什么功课 好不好 好 谢谢你哦 要跟我说晚安了吗 晚安 晚安 可爱的 开心的你 好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就问一下 我们邱颖老师 邱颖 请问一下 在你这本书 是不是告诉我们 如果爸爸妈妈 真的遇到孩子 就跟你在炉 在那发脾气 在跟你关门 在那边丢东西 在那边发脾气 这种 讲话又口不择言的时候 遇到冲突的时候 妈妈 爸爸 该怎么办 我想一定要冷静下来 要先把问题抓出来 为什么孩子会这样 然后先问问 为什么 让孩子可以说出来 而且要保证 我觉得一定要保证 你说出来 爸爸妈妈绝不生气 这真不容易 绝不算账 不会缺后算账 是啊 不要讲出来之后 而且不能翻旧账 对 下一次说 你上次就这样 对 父母要守信用 你不能说 然后你后来又烦了 到时候把他骗出来以后 再给他打下去 或者再怪下去 他以后再也不跟你说了 对 我觉得要尊重 尊重你们家的青少年 好的 在这本书里面 传递了非常多 这样子的讯息 那透过这本书 我相信爸爸妈妈 及早准备 预防生育治疗 不要等到以后 大家两个人 都已经怒怒相似了 孩子长得比你还高 用他的下巴顶你的额头的时候 你这时候说 背乎啊 已经真的是背乎啊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透过新手父母 最新出版的 青少年的叛逆 都是百分之五 惹得祸 谢谢邱颖 今天来了 节目当中 谢谢强哥 谢谢小朋友 晚安 晚安 快十点了 大朋友小朋友 是不是上床睡觉了 鬼哥奶奶 还早呢 还早 那你们想做什么呢 听故事 对 听故事 从前 从前 怎么又是从前 故事不一样嘛 可是开始当然都是 从前 从前 不知港恩的旅客 你有没有想过 早餐是怎么来的 是妈妈做的 对对对 这面包是怎么来的 什么 它本来就长在那里 谁说的 那是面包师傅做的 你有没有想过 谢谢他们呢 说个故事给你听 有一天 天气好热 好热啊 有一个胖胖的 有一个瘦瘦的 两个朋友 在大太阳底下走 走走 他们要从这里 走到那里 走着走着 哎呀 真是又热又累 在路这中间呢 有一大棵树 什么树呢 看看 哇 枝叶茂盛的绒树 在这炎热的中午啊 哎呀 那底下 有一个树印 哎呀 好舒服啊 哦 我们在这个树印底下 把午餐吃一吃 休息一下 你说好不好 胖胖胖的 那个旅客 就这么说 那个瘦瘦的朋友呢 当然马上啊 就赞成了 哎呀 两个人就靠着树干呢 坐下来 拿出他们的营养午餐 来吃 这个瘦瘦的旅客 一边咬着三明治就说了 哇 在大太阳底下 有这么一块树印可以休息 真是一大享受耶 对啊 对啊 像我这么胖的人啊 最怕天气热了 只要一热起来啊 我就完全的受不了 幸好啊 我们发现这个树印 可以让我们乘凉耶 嘿嘿嘿嘿 两个人呢 就边说边聊 很快就吃完他们的营养午餐了 本来就应该马上上路了 啊 但是树下实在太舒服了 两个人决定 再休息一下子好了 胖胖的旅客啊 干脆就把旅行袋 当枕头用 躺下来了 微风吹 小鸟叫 本来很辛苦啊 现在不知不觉啊 已经舒服很多了 这胖胖的旅客 就望着上面 茂盛的树叶 他突然就说 这个龙树啊 虽然长得很高大 但实在是 不怎么讨人喜欢耶 它又不像玫瑰花 有很香很香的味道 又不像苹果树 能够结出 很好吃的苹果来 说起来啊 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瘦瘦的旅客 正要回答 突然就听到树叶啊 树枝啊 一阵乱摇 哟 听到树干发出他的声音 你这个瘦瘦不意的家伙 旁在我的阴影底下 成量 竟然还敢批评我 一点用处都没有 真是太过分了 我们的生活中 有很多人帮助我们长大 比如说爸爸妈妈照顾我们 老师教导我们 我们当然要知道 谢谢他们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